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我这期视频 那我知道最近的ChatGPT是让大家很受欢迎的 对吧,大家都在各种渠道希望去试用这个东西 那如果你和我一样在使用飞书 也对ChatGPT比较感兴趣 那我相信这期视频是给你准备的 你可以将你的飞书机器人和ChatGPT连接起来了 那么现在是2023年2月10号的凌晨3.26 我刚写了完了两个小时的代码 然后又把这个整个的流程写了教程 又验证了一下 现在终于我可以跟你讲一下 怎么让你自己去把一个飞书机器人和ChatGPT连接起来了 那首先呢,对吧 我们也给一些不太熟悉的听众同学简单讲一下 对吧,那我们什么是ChatGPT 如果你之前没有听说过ChatGPT呢 你可以理解为它就是目前最火的一个AI应用 是由OpenAI公司所提供的一个AI机器人 那你可以跟他去说一些话 然后他呢可以给你一些答复 他的准确率非常高 所以我们都觉得哇塞 ChatGPT简直太牛了 那他是我们今天主角 而另一个主角呢就是飞书 飞书呢其实是我平时和其他播客主播协作会用的 比如说我们平时会聊一些播客的大纲啊什么的 所以呢今天我也会在那个 用我们平时和其他主播协作的这个账号来去跟大家去演示 那既然有了这两个我们就可以想一下如果我们把ChatGPT加上飞书 它可能会变成什么 当然比如说最简单的来说 ChatGPT加上飞书 然后我们配合上飞书机器人 它可能会变成一个企业内部的非常有用的一个知识库 对吧ChatGPT就会变成我们常说的家有一老如有一宝 ChatGPT就是哪个老他可能会告诉我们很多事情 当然可能ChatGPT呢作为一个AI 他的数据都是训练来的 他可能会有很多数据也是有问题的 但小比眼鱼 他可以帮助我们快速去完成一些信息的采集和收集 所以呢我们还是要去试一试 自己动手去把ChatGPT和飞书连接起来 那么话不多说 我们接下来呢来说一下你都需要准备什么 首先呢你需要能够自己去创建一个飞书机器人 当然这个前提就是你自己有一个飞书账号 我相信你如果你点击这个视频 这个事对你不会是什么大问题 第二就是一个openAI的账号 那openAI的账号呢 其实你最近这一天你会在网上看到大量的教你怎么去注册这个ChatGPT账号 你随便找一个教程 然后跟着去做就OK了 并不复杂 我自己呢也是跟着网上的教程来去完成的 对 然后呢 这个里面呢 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就是你免费注册这个账号 每个月是有免费的18美元的额度 可以来去调用他们的open API的 这也是我们这次教程的基础 就是我们可以用这个免费的额度来完成我们的调用 当然比如说你说我就是给我的企业 做一个很正儿八经的应用去使用的时候 那你可能需要去持续的付费 那那个时候你就可以看一下openAI他们官网上的这个价格表 然后根据这个价格表来去判断说 我怎么样去付费包括我每个月的成本是如何 那个我们就不多说 反正呢 如果你只要有一个openAI的账号 你就有免费的18美元的额度来去 在你自己的飞书上去跑这样的一个机器人 第三个呢是Aircode Aircode这里呢 我们使用的其实是一个在线的应用托管服务 因为我们从飞书到Aircode的中间 它其实是需要有一个连接器的 那这个连接器其实就是我们有Aircode来跑 你只要访问Aircode.io 然后登陆上来就可以注册一个账号 而且现在也是免费的 也不影响大家使用 以及一个已经写好的代码 那这个呢 我已经帮大家准备好了 大家只要在GitHarm去搜索Bestony 然后到我的账号下 你就会找到这个ChatGPT废书 或者你直接去点击视频下方的这个描述 我会帮你把链接放在那里 然后你就可以去直接复制这个链接到浏览器里 然后你就可以查看这个代码了 当然前面跟大家叙叙叨叨说了很多啊 对吧 talk is cheap show you how to install 对吧 接下来我们来带着大家去正式的演示一下 你应该如何去配置一个自己的ChatGPT的机器 那首先呢 我们需要做的是到FayShare开放平台上 去创建一个应用 这里你会发现 我其实之前已经创建了ChatGPT ChatGPT2 ChatGPT3 因为我刚才在演示教程 那为了能够帮助你去完整的走一遍流程 也让你能够随时往回走 去看说哎 我是不是哪里做错了 所以我们这里呢 就再创建一个新的应用来去完成 首先呢 我们这里创建一个应用叫ChatGPT4 然后复制这个名字 填写在描述里 这里呢 你需要留下来这个机器人的名字 我们一会会用 创建完成以后 点击进入到机器人的详情 切换到凭证与基础信息页 点击综合信息 这里呢 你需要上传一张图片作为机器人头像 这里呢 我随便上传一张图片 对吧 然后呢 点击保存 它就会变成我的这个机器人的头像 接下来我们需要做的是复制这个应用凭证当中的AppID和Secret 我们点击这里的复制 然后把它粘贴到旁边的编辑器里 备用 一会要用 然后AppSecret 我要把它复制出来 然后把它粘贴出来 这样的话 我们一会就可以用它 我就不用再回来复制了 完成了我们的AppID和Secret的复制以后 我们需要找到左侧的应用功能 然后点击机器人 启用机器人 启用机器人以后 稍后我们就可以用机器人来去给人去发一些消息 那么这些配置完成以后 接下来我们来到Aircode 在Aircode当中呢 你可以点击New Node.js App 然后输入ChatGPT4 对吧 然后Runtime选择Node.js V16 保持默认就可以 然后点击创建 然后我们就会等待它自己去创建一个新的应用 它创建完成以后呢 接下来我们要做的是复制代码 代码呢 这里我其实已经在项目当中给你准备好了 你只需要打开我这个项目 点击这里的Event.js文件 然后呢 复制 点击这个按钮 来去复制代码中的内容 复制成功以后 我们回到Aircode 这时候它也创建完成了 我们全选删除 然后把它粘贴下来 粘贴下来以后呢 我们就可以点击Deploy 来完成第一次部署 我们可以输入一个Change Lock 方便我们后续去回溯 我们都做了哪些事情 然后我们可以等待它的部署过程 这个部署呢 可能会需要花一些时间 当你看到下方这里输入一个Deploy的音什么什么 然后Version多少时候就说明已经部署成功 然后你看Deployments这个当中呢 也会有这样的描述 那完成了第一次这个部署以后呢 接下来我们来去安装一些所需的依赖 因为我们是需要去调OpenAI的这个API 以及调飞书的API 所以我们需要去安装一些依赖 那这里呢 我们需要安装两个依赖 一个是Exos 就是AXIOS 大家可以在左下的Dependency当中输入AXIOS 然后它这里会出现这个对应的包 然后点击它后面的加号 就会进行安装 然后呢 另外一个是一个这个飞书官方的这个SDK 如果你觉得拼起来比较难受呢 你可以看一下这里的这个说明 我其实给你已经准备好了 你就可以直接复制 把它复制过来 然后同样的搜索粘贴 点击加号 等它去进行安装 这个安装呢 它可能会花一点时间 所以呢我们可以等它安装完 好 现在安装完成以后呢 我们可以点击一次Deploy 来让它生效 比如说 所以我们写个Add Exos and SDK 然后点击Deploy 让它自己去部署 等待它的生效 OK 我们现在看到在这里呢 已经出现了第二个版本 这就说明我们的这个软件包已经生效了 接下来我们要做的呢 是去拿一下OpenAI的K 因为我们需要用这个K呢 来去做我们实际的和OpenAI做交互的这样一个过程 那你可以点击在这个第七步 这里我给你准备了一个链接哈 你点击这个链接呢 你会进入到类似于这样的一个页面 当然如果也没登录 可能要登录 然后点击Create a New Secret K 它会帮你生成一个Secret K 然后我们把它复制出来 放在旁边的编辑器 以备用 然后我们重新回到Aircode 接下来我们要做的是配置环境变量 环境变量呢 它们有特定的名字 因为这些东西我写在代码里 你可以参考这里的描述 比如说我们首先需要填一个APPID 那我们就复制APPID 然后回到Aircode 新建一个K是APPID的 需要注意这里APPID是大小 然后复制这个 我们刚才在飞书开放平台上 配置的这个CRI的ID 然后配置一个Secret 同样的复制大写的文字 然后粘贴 再粘贴我们刚才在开放平台上 复制的Secret 以及复制这个BotName 然后粘贴 把我们刚刚准备好的 这个机器人的名字 也粘贴上来 以及我们再往下滑一点呢 还有一个K 对吧 这个K这个变量 我们也把它复制过来 K以外 然后我们把我们刚才拿的OpenAI的这个K呢 粘贴过来 到这一步的时候 你会有四个变量 APPID Cigret BotName 和K 这四个变量全部都是大写 你要注意一下全部是大写 然后点击Deploy 然后我们写Add 因为对吧 然后我们让它部署一下 等待它的一个部署的过程和相应的生效的过程 好 我们看到它现在也部署成功了 显示已经成功了 对吧 然后我们可以复制一下这个地址 然后我们在浏览器里访问一下 看一下它返回什么 好 它返回了一个报错 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日志 日志里面会有一下这个输出的信息 对吧 我们可以看到 它现在提醒我们APPID AppCigret is needed 这说明什么呢 这说明我们的这个环境变量没有生效 所以可能是对吧 临时抽风 然后我们点击一下Deploy 然后再次部署一下 确保我们的这些K和APPID是真正生效的 对 这个部署稍微点慢 我们可以稍微等一下吧 也没有办法 毕竟人家确实需要这样的一个时间来 进行部署 我们可以稍微等一下 等待它部署成功以后呢 我们再来去进行我们后续的操作 当然你可能也可以 比如说自己去手动替换 但是说实话 我不太建议这样去干 因为那样不安全 对吧 比如说像我们现在这样 我们通过环境变量相对还是会更安全一些 手动替换 手动替换 这是一本答案的 是施展通替换 我方式闭迫 我们的电路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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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稍微有点慢 我刷新一下 然后我们看一下环境变量 然后我们重新部署一下 看看这回能不能好一点 刚刚的部署属实有点慢 让我觉得心里很不安 别是有问题 所以呢我们再重新刷一下 OK 现在部署成功了 我们可以再浏览器再刷新一下 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日志 好 我们现在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 他就提醒没有提醒我们说 我们的app id没有设置 那说明我们所配置的 这几个环境变量呢 都已经生效了 当环境变量已经生效以后呢 接下来我们又要回到开放平台 我们需要去配置一些权限 这些权限呢 将会帮助我们去 用来做一些机器人能力 权限清单的这里 我也帮你准备好了 你可以直接复制权限 然后在这里搜索 对吧 然后你就会看到对用的权限 然后这里呢 我们一共是六个权限 I am a message I am a message group add message和group add message only 这两个其实都可以 你申请其中一个也可以 然后反正我这里先把它都申请了 这样呢 因为大家不同的这个租户 你们的可能这个免审啊 或者什么审核可能不太一样 所以这里我跟大家都申请了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来选择 然后这还有一个这个send as bot 现在是六个权限 当你看到你这里的批量开通是六个权限时呢 就说明你已经把所有需要选择都选择 然后这里点击确认 点击确认完成以后呢 我们这一步还没有做完 我们还需要去到Firicam平台的时间订阅当中 看到这里有个请求地址配置 我们回到Aircode 点击这里的复核钮 来去复制这个地址 然后粘贴在请求地址当中 并保存 我们可以等待他去放请求 当你看到他保存成功以后呢 就说明我们已经配置成功了 接下来添加事件 在消息和群组当中呢 你可以找到一个接收信息 接收消息 然后V2.0 记住一定是这个V2.0 而不是下面这个历史版本 然后点击确认添加 会看到这样一个界面 现在呢 我们就已经完成了事件的配置 然后我们要做的就只有最后一步了 就是创建一个新的版本 比如说我们叫0.0.1 填写一下配置 然后呢 我们去申请线上发布 大家会看到这里会有一个提醒 对吧 告诉我说这个某个应用需要审核 因为我自己呢 本身就是这个租户的管理员 所以呢我直接点击审核 我自己审核给我自己通过 通过以后呢 我们就看到这里就出现了对应的应用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点击打开应用 进入到我们自己的ChatGPT 然后呢 我们现在就可以问他说一些命令 比如说 白换成是怎么样的一个人 然后呢 我们这个时候可以回到Aircode 我们可以去看一下 他这里面会有日志 当我们看到这些日志的时候呢 就说明 嗯 他已经开始去跟我们的服务 去发生一些交互了 当然现在呢 这个日志还没有过来 包括本身OpenAI的这个生成的速度 也是相对比较慢的 所以这里呢 你生日日比较慢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 包括你也可以通过刷新 来去拉这个最新的日志 我们可以看一下 现在呢 他还是这个三点四 四十的消息 但是你看这个 我现在已经拿到这个结果了 对吧 他就告诉我了 我是什么样的人 然后呢 我们可以再问他一个 飞书 飞书这个软件怎么样 对吧 然后我们可以让他看看 他要生成花多久 因为这里面 现在比较慢的主要的原因 有几个点 第一个是Aircode呢 它是一个 呃 部署在香港的服务 所以呢 从飞书到香港呢 再到OpenAI AI本身也是一个生成型的嘛 他就会比较慢 所以呢 我们会发现说 嗯 虽然他比较慢 但是他能够回复 也能够让我们去 体验我们想的效果 就是我们可以再问他一下 能不能帮我做一手 关于写代码的诗 对吧 我们来挑战一下这个chatGPT 看他能不能帮我们去 写一首诗出来 好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 这回写诗反而比前面会更快一些 嗯 那这样呢 我们就说明我们已经完成了 这样的一个chatGPT的配置 我们回到我们的PPT 对吧 那现在呢 我们已经判成配置了 可能对于你来说呢 哎 你看你说 哎呀 这个家伙怎么20分钟就能配好了 当然你可能会说 哎呀 我不一定能配好啊 这里呢 也不用担心 我给大家准备了一个飞书群 你可以扫码 加入到飞书群当中 来去问我 我可能会可以给你一些建议 除此之外呢 你也可以通过邮箱 来联系到我 比如说可以通过邮箱 给我发一些基本的信息 然后我给你帮忙 或者你可以通过我的网站 飞书.io 来去查看 更多的教程 包括这个视频呢 我也会在飞书.io上去放上这样的一个教程 帮助大家去 理解和 开发更多的飞书应用 包括你在飞书应用各种问题 你也可以通过 这个网站也好 通过邮箱来 好 找到我 来去提出你的问题 好了 那关于说 那关于说如何在飞书当中去接入一个chat GPT 我们的今天的视频呢 到这里就结束了 希望这个视频能够帮到你 也希望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的话 能够帮我点赞 能够帮我一键三连 好的 那我们下个视频 再见